中国的企业界仍然没有争论坚持 那么他们争论的结果呢 大概会代表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走向 第一个讨论的很凶的很厉害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实现一个复苏 这个问题其实从7月份开始就讨论起 09年的7月份 中国经济的这一次的针对萧条的快速反应 基本上是从2008年的9月15号开始 那一天雷曼兄弟倒闭 倒闭了以后我记得我很清楚 那天我在一个电视台录节目突然间 屏幕上开始放一条新闻 说央行行长周小川宣布 从9月16号开始央行开始降息 而且我们很知道在48小时前 他宣布货币从警钟测试不会放宽 这个是2004年以后第一次央行降息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08年的下半年连续降了五次息 而此前上半年是连续升了五次息 从这个降息开始 接着到10月份就宣布4万亿计划 11月份宣布十大产业增心计划 然后11月份开始大规模的放贷 整个信贷口子开始放松 整个12月份 09年这一年大家就知道出现了一个经济开始翻盘的景象 那么关于金融危机呢 我们大陆基本上认为在08、09年全球的金融危机被提降 中国大陆其实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这个是很多外界的人跟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因为在整个08年、09年 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代化涨率其实下降了 我们的银行体系因为跟全球的金融没有挂钩 所以它其实没有受到美国时代危机的很大的冲击 所以大陆有一个原来这个WTO的谈判的总代表叫龙永图 前两天在会上就说中国一些银行家很骄傲 说你看全球次贷危机我们都没有事儿 那些游户都淹死掉了 龙永图就跟他们讲说其实不是你会游泳 问题是你根本就没有下去游泳 你在岸上看着呢政府在那绑在那儿 是根本一个情况 政府在绑定在这里 那么08年9月份开始信贷开始放松以后的话呢 到了一年多的时间 半年多的时间到了7月份的时候 这个中南海就开始吵架 北京就开始吵架 就是中国经济到底处在什么一个状况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束 这个争论到现在没有结束 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认为呢经济已经反弹了 因为你从原材料房地产 这个2009年1到6月份的中国的资本市 这个股市是全球第一 政策全球第一 然后从1月份开始 上海北京深圳的市中心的二手房 开始复苏 到4月份整个全国的房地产全面复苏 全面开始复苏 然后不断地出现帝王 08年不把卖掉的土地 09年乘二乘三 大家抢了卖 大量的中央企业进去买土地 最大的一块地到现在为止卖掉的是 广州的一块地 是卖了223亿人民币 最近上北京又卖上个礼拜又卖掉了54亿人民币 所以整个一个房地产楼市汽车 09年销量投资 整个对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 开始上派 这个在08年之前 中央政府对全中国的地铁的这个 这个投资建设控制的非常 基本上原则意见是省会城市以下 是不允许建地铁的 然后沿海若干个城市给了一个计划 但是到了09年突然间放闸 到现在为止全中国33个城市在修地铁 然后现在很多被停滞掉的一些 这个高铁项目全部启动 比如说我的家在杭州 杭州和上海之间是170多公里 前两年修了一条快速铁路 这个我现在从杭州到上海需要72分钟 我觉得已经很快了 我原来开车去上海 我现在基本上坐这个快速火车去 现在另外有一条一条路说是38分钟要到 前两年被卡住 被中央政府卡住 所以这条路72分钟挺快的 还不需要38分钟 现在那条路在09年开砸 就2012年会建完 那就是杭州到上海只要38分钟就够了 那么现在北京到上海再修高铁是四个小时 然后从沈阳开始修到广州 所以整个一个大量的基础建设的投资在里面 我们在内地也经常的呼吁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台湾的高铁运营两年 亏损了4000亿台铁 1000亿台铁左右 我们也在大陆中央说你修了那么多地铁以后怎么办 难道我们的管理能力会比台湾同这么高吗 那么这是一派认为微信见底的问题 第二派认为经济仍然是不乐观 到了7月份大家看到进出口的问题 工业用电负增长CPI负增长PPI问题 产房租金到现在没有解决掉 这个大陆去买个房子 你知道其实到现在为止 房价涨得那么厉害房租期在下跌 特别上海部分 就诸售比差得很大 所以你很难说经济真正的在复苏 然后呢这个投资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的配套资金不到位 到6月份的时候 中央政府的资金到位率是98% 然后审计总署拿出来的数据 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到了48% 地方政府没有解决 所以整整这个原因就是 7月份开始讨论 讨论的结果就变成了两派意见 这两派意见仍然非常非常明显 各位有的时候看中国的新闻 你会看到这个一头雾水 因为左边新闻告诉你 保持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 右边政策常常告诉你说 央行的准备几率提高0.5% 而且告诉你为了还可以提高两次 那到底货币政策是放松的还是憧憬的呢 其实那就是两户人家放出来的声音 一派是宽松的 他们认为因为经济没有复苏 次第经济没有间谍 外贸还在下降 民营企业没有启动 所以要保持持续宽松的货币增长 那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呢 这个货币已经严重的投放过渡 造成通货不能压力和财政的预算性危机 必须紧急上升 这个声音在7月份开始 就弥漫在整个中国经济界 而且很有诡异的事情是 上面这一波的意见 往往是下面这一波人的嘴巴说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不清楚 到底央行什么政策 民间会到底什么的意见 就是因为但是主要就因为 在决策层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 那从现在看来的话呢 实质性的起决策性追用的是 上面这一波一角 这个7月份开始信贷就开始紧缩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6月份的信贷规模是1.5万亿的民币 很高 但到6月份 7月份突然间降到了3000多亿 这个景象很可能在2010年重处发生 今年还可能重处发生 因为中国的信贷 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 大陆是这样的 所有的重要的信贷 现在上百年1到6月份放贷 放贷完整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第一个季度 是放贷的高峰期 放贷的高峰期 然后呢为了 这个放贷规模一大以后呢 为了防止资本市场大的波动呢 与央行会出台一些 配套性的紧缩性政策 那总的资金的这个 M1和M2的部分 一定会还是会继续回家的 那么因为7月份这个情况呢 造成了09年8月份 中国的股市曾经有过一次巨额的下跌 那一个月下跌了2011 创下1990年12月份 中乎两时开始以来的第二大的整个下跌纪录 基本上就在那个时间点上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 复苏的脚步被停止住了 基本上到现在是3100多点吧 我不知道今天 今天是礼拜几 是 最近是3100 3200 今天礼拜一 我没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本来是3100多点的 本来是3100多点的 3100多点的